第三轮也是最重要的一轮夫妻之轮叫男女有别别是什么意思不同 为什么男女是不同的呢男人就是男人吗女人就是女人吗是不是老祖宗告诉我们男人是羊女人是阴男人叫钱女人是坤男人主天女人主地 你说这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样自然而然你看女人生下来你闭着眼睛听我说话是不是就是女人呢 那声音就能扮演出来的不是我谁发明创造的就是这个自然规律啊我们女人就会生孩子就会普遇后代自然就是这样的孕育我们就是没有为什么 男人生下来就是阳刚的主火性女人生下来是什么呢 阴性阴性有什么属性水性水的属性是什么呢老子告诉我们水利万物而不争你看那个水的特质哈 它是阴柔的柔缓的滋润万物孕育万物从来没争过 他有一个特质在最低处啊水在最低处啊那叫谦卑之德 他呢柔顺随弯就留 明天听一听古大嫂的课人家是怎么做女人的那真的是温柔似水 还有什么特质呢大地母亲的特质 车驢马践踏在大地母亲身上无怨无悔从来没抱怨过 甚至最脏的屎尿拉在他老人家身上把他变成最有养料的东西 生发万物孕育万物何等德行 这个就是女性 女性就应该这样没啥为什么 男人呢男人是属阳性的对吧天行见君子当自强不息 也有道男人女人都有道你说我就不相信 你看这几十年我们学习西方西方是什么教育 男女平等男女人要顶一个天 这叫啥呢天翻地覆 乾坤大挪移阴阳颠倒了 那时候又怎么样呢 你看我以前就这样啊 我跟我们同学朋友在一起说话都是 亲爱的宝贝 我觉得我心里住着一个小爷们 我是纯爷们 他也是纯爷们 他说我们之间都是哥们 我们真的是爷们 我做那事也是爷们 还打架呢 还是骂人 啪啪给人亲嘴巴 太吓人了 我现在想想自己 那你说这个又怎么样呢 天翻地覆 大家想想是怎么样 早晚反作用力会来找我们 我跟大家讲 三年之前 我一个好朋友给我打电话 那个时候我刚接触传统文化 学了也就不怎么扎实 刚学女德 什么是一个做女人的样子哈 刚听完老师课 还没怎么落实呢 我那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亲爱的 我结婚了 啊 你怎么又结婚了 你不是半年前刚结过婚吗 离了 啊 离了 这个怎么样啊 这挺好 以前那不行 以前那大男子主义 打架 我们俩吵架 还打我 不行 这回 这个好 这个全挺我的 我怎么挺你的 给我洗衣服 给我做饭 给我买菜 还给我垂肩揉背 哎呀 这男保母啊 我说 对呀 他说那个什么都包了 我说那你干什么呀 我就负责赚钱呗 呀 我说你俩颠倒过来了 我说 他说就是一样事情 不怎么合我心 我说哪样啊 如果他能够替我生孩子的话 那我就解放了 那就更完美了 啊 我 我天呐 我是您这个错了 我说亲爱的 啊 姐妹 我告诉你哈 您这叫天翻地覆 乾坤大挪移阴阳颠倒了 这种事情 老师说了 警察不来找你 反作用力会来找你 你最后身体会不健康 家庭会不和睦 诸事会不顺利 给他气的 别说了 你都中毒了 你就整个封建迷信 骂我封建迷信 那个 今天我不跟你讲了 你认识玩 哎呀 我一想 心浮气躁啊 良药苦口 忠言逆耳啊 谁能跟他说着实话呀 也就是我们这好朋友呗 是不是 谁不愿意缠那八戒 哎呀 顺着你说 挺好挺好 祝福你啊 好了呗 百年好喝完了 我就说点实话 人不爱听啊 我心里话了 为啥人不爱听 因为我没做到啊 我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我对我老公也这样 我在家翘玩脑腿 给我倒杯茶去 我想吃什么 给我做去 我也这样 所以 我没有资格说人家 那个时候啊 我刚刚开始学习 就是女德 我还不大习惯 我这脾气不怎么好 老师说要恭敬啊 你这个赶紧从那个天的位置 给人让出来吧 你是大地 你下来吧 女人快坐下吧 老祖宗说 男人就站起来了 啥意思 你快回到阴性的属性上 他回到那阳性的属性上 是吧 同性相赤啊 异性相惜 要不然你也是阳 他也是阳 俩爷们 你说这不是一辈子吵吗 俩同性相赤吗 吵了一辈子 还不知道为啥呢 打了一辈子 俩阳吗 他不愿意把那个阳的位置给你 如果他愿意把那阳的位置给你 就像我那同学似的 行了 他该洗衣服做饭 打毛衣生孩子 晚上你去 你俩挺好 现在为什么我看阴性的人挺多呀 阴柔的啊 这世界也需要平衡啊 这个爷们儿式的女人太多了 这这这 我一想 我先别说人家了 我先做吧 我那个时候怎么先做呢 我假不假事的 回去老师说了 从假也开始 你不从假也不行啊 我习惯了 我说先生 您辛苦了 哎呀 我老公吓一跳 哎呀你别这样 我这一身鸡皮疙的呀 你就是 你这玩意 从一个天上到地下 哎呀 我说假也要做 哎 其实挺不情愿的 拿这个鞋子给刷鞋 插鞋 嗯 那以前你给我刷 现在我给你刷 擦擦擦 就是心里特别不情愿 那个时候啊 挺做做的 但是现在呢 假着假着就真了 习惯了吗 啊 你就必须有这个过程啊 你连假都没有 你说那怎么 你老是不去做 老是不去做 你啥时候回到这个阴性的位置上 那么 现在呢 我也不怎么假不假事的了 但是 从心里尊重老公是最重要的 有的时候我还是时不时犯病 就没办法 就是一下子就冲我老公 但是我马上就能意识到 错了 对不起我错了 我马上就及时的 跟他承认错误 我同学 那个我朋友 那个时候没听我的 行了 我想算了 我自己去做吧 我做个好样子 就能看到了 好 这三四年 我走向了圣贤 直到他还是那样 哎 那么 这几年没有什么来往 因为他说我 不正常啊 这家伙这一天到晚的 哎呀 也不也 也也 那个什么了 也不就就整着玩了 还学习啥女德 就跟人说去 那么 有前半年 半年前他给我打电话 哭的都不像样了 我说怎么了 亲爱的 这几年咋样 哎呀 我得病了 我说你得啥病了 得癌 啊 三多岁你就得癌了 什么癌啊 乳腺癌 什么期 早期中期晚期啊 医生说中晚期 要隔了 哭的呀 哎呀 我就听不见他说什么了 我说你别 别哭了 我说真听不清你说什么 我说亲爱的 我给你说句实话 你心想事成了 哎呀 他听了以后更发疯了 发狂了 歇斯底里了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都这样了 你还这样呢 对我呀 我说你看看 你别稍爱勿躁 我给你分一分一 你想想 几年前 三年前 我告诉你 我说你天翻地覆 阴阳颠倒 乾坤大挪移了 你女人不争女人 你说是不是 你把那男的位置占了 这回好 你想做爷们吗 你还想做个纯爷们 这回好了 纯爷们 把所有女性的器官都拿下去吧 哎 心想事成了 大家不要笑啊 我跟你讲 你自己 看看自己 尤其是女性朋友 啊 观察一下边上的人 现在为啥妇科病这么多 几十年前没见这么多妇科病 现在咋怎么这么多乳腺癌呢 这么多卵巢癌 这么多这个男 那全是妇科病 什么子宫肌流着 你看看得这些妇科病的女性朋友 是不是按照咱老祖宗说的 这个倒在行 温柔似水 我就告诉他了 我那天给他讲了两个多小时在电话里 这回能听进去了 因为要死了 你救我呀 你不是 我听人说了 你救了好多人了 你能不能救救我呀 咱俩这关系那么好 我说我也不是医生 我能怎么能救你呀 反正我这玩意就完了 叫田田不应叫 我也不能告诉我爸妈 我爸妈停着地死了呀 这独生女呀 我说咱就试一试吧 按照老祖宗说这方法 是不是 我说 我说话你别不高兴啊 我说这绝对不会不高兴 我说你不孝 我了解他 对他父母经常出言不逊 有俩钱吗 你非常不孝 同来很少看你父母去 把那个精力全净在你孩子身上 第二 你对你先生 你们俩我早就说过了 前三年 你女人不是个女人 你现在都男人了 反作用力来了 警察没来找你 自然规律来找你了 反作用力来了 你相不相信你以身施法呀 我说你亲爱的 你看看我以前那个身体没你好 你看我现在身体 啥样 我说你看你先生 我也没吃什么 我也没补什么 我以前精神补啊 补这个补还补人身 还补那个 没用 补来补去 哎呀妈呀 还是一个豆腐炸 心坏了 美容哪 天天打着飞机 跑到香港去买几千的化妆品 这那 没用 真不好 就那么两天 一天整个都做的美容 完第二天又成黄脸婆了 心坏了 美容从美心开始啊 你跟江本圣博士说水事宴就知道了 我们的身体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水呀 除了那水那几十百分之二三十 那个物质也知道啊 也知道我们的心想的是什么啊 心坏了 身体就坏了 我这一顿给他讲 就给他听进去了 我奉劝在座的各位 这个朋友们 你别等到我同学这样的时候 我朋友这样的时候 再回头晚了 就会听我话了 我死马当活马仪 他说我不想化疗 我不想切下去 他是演员 他需要美 他怕疼 痛苦死了 头发都掉了 化疗 我说你试试 我就给他送上了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我说你认认真真看 你不认认真真看这张碟片 这次我们结束 三天以后 那个论坛结束 也有这个碟片 大家回去一定认认真真看 他这回好了 还一极致的看呢 连续看了五六天说 明白了六章六级的一个碟片 我没有告诉他 我说你回去给父母磕头去 你错了 他就真听话呀 那我没有跟他说 你跟你老公怎么样 我说你要作为一个女人 回归你的那个伦理道德 回归你的那个位置 他还给他老公去磕头去了 这不是我教的 他看了圣贤教改变命运 他想病好嘛 他就来了一个勇猛精进的心 半年也就半年 前些日子给我打电话说 冲冲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去医院检查身体 啥阴影 什么癌细胞 全没了 我跑了 真的假的 他说医生问我 拿出以前的片子 半年前的 是一个人 确实是一个人 你去哪个 你是谁给你治的 你用什么药 他说我实话 实说呀 我跟我一个朋友 学传统文化了 我给我妈磕头 我去家 我学女德了 我相信 方简明信嘛 你看 完了 医生也说了什么 他一想 他就回来跟我笑 他说冲冲 我告诉你 那个医生跟我 给我说的话 跟我以前 跟你说的话一样 我说好 我说你就甭说了 咱们自己 叫趋吉毕凶 学习传统文化 就是四个字 趋向吉祥 趋吉毕凶啊 就是这样的事例 在我身边 特别多 不光是病好的 家庭幸福的 特别多 我们给大家讲了 我们开始 要自杀的 不自杀了 要离婚的 不离婚了